早晨,歡迎大家收看這個馬迷早晨 又是我世榮和大家見面 今次星期三賽事,三月尾最後一個賽日 不過跑沙田,九場泥地賽事 所以大家早點訂閱我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在6.9時就開始開跑 記得在右手邊可以按四星龍珠按訂閱 另外記得可以到時看我做Live 會早點五點四十八分和大家見面 又是馬迷早晨這個節目和大家討論 星期一當然是討論頭場推介 立即和大家看看今次有甚麼可以留意 太陽戰馬你不要想著因為快步速斷了 然後試襲有個力贏 即是輸過短頭我就因為這樣看好它 無疑快步速輸了當然很划算 換潘兵輝 但其實看真點海外 其實它都是一隻膠沙地贏1200的馬 而且獎金也不是太差 所以也可以留意一下 減分減到這些地步都相當有能力 在五班都夠惡 疑昌複星這隻馬轉了倉審集成都肯要 大倉都肯要 改了配備 按一條舌底就順番 找何宅搖跑 這次應該會生性一點 操了這麼多天 百多天 苗麗德轉過來怎樣都好些 一路順芳就繼續搏 看看苗麗德可否截殺半將 在五班上次濕泥沒甚麼證明 不過谷草一再表現好 打踏上名不要沒理由 上山奇寶這隻馬千萬不要留下大冷門 陳佳熙還陳佳熙 真是甚麼小十磅 贏過四Vin這個路程 無誠圈家 這些都不要放棄了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 曼迷早晨 我們稍後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 有很多精彩節目在後面 不要錯過了 拜拜 finden你 Allah Broad 前 第 mart 爸爸 呃 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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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